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今天开车早上先去公司开会 然后来决定一天的日程 然后看到一周的日程 今天早上去就是打开的 先讨论一下有些工作是否能由我来做 我觉得这个过程特别重要啊 这样提前一周就可以知道所有的事情 不见也不会出现太多的意外 给大家看到就是港口 就喜欢一个转弯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整个港口包括货轮 远处大家可以看到邮轮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所居住的城市 这里是西西兰北岛多海岸 风神温的Taranga 是西西兰北岛的一座美丽城市 以其绚丽的水景和众多的桥梁而闻名 这个城市位于Bale Plante地区 拥有丰富的自然美景和宜人的气候 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生机的地方 陶朗家独特的地理 汽水路和风景优美的桥梁 再加上标志性的帽子帽子 就是没可以早上做第一的一条路 陶朗家的跨海大桥 很明显车早上一定要加油 因为一天行星的过程中 实际上是并没有时间的 公司直接把油卡放到我们车里 必须解决了蛮大的问题 自己是觉得每次开车踢入到这个区域都非常的振奋 今天有点不一样 我们似乎在堵槌 就是说起我的很多工作每天不一样 可能也是希望能 你希望看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吧 下面一个卡车主 想要转向 我以前曾经用各种交通工具 通过这座跨海大桥 那开开开不想转向 那我继续往前走 这滑到一下比不长啊 这边就是港口 可以远远的看得到 可以远远的看得到 这边就是港口 右车方式 好了 加了一个曲角 我要放美 现在早上 这已经算是淘楼家的古早高峰了 这已经算是淘楼家的古早高峰了 淘楼市在线上会议都很活跃 我们也讨论了今天工作的细节 我们也讨论了今天工作的细节 我将会前往东海岸的一个公司处理一个问题 我将会前往东海岸的一个公司处理一个问题 在处理之前我们先要去Mount 在处理之前我们先要去Mount 然后才是一个半小时的驾驶 所以我可以带你们去山下转一转 逐渐进入到浪普的主街区 到这个区域之下 比较关键的是停车 我现在早上来应该还很明显 就会发现跟各个城市的主街区一样 永远都有无数的这种 对于陶朗家附近的MT Mount Ganyu 有个关于其由来的故事 说 起初 这座山并不在海边 而是更靠近罗托鲁瓦方向的内陆 它的地位很低 是一座叫做塔妞妞扣山脉的奴隶 和Nong 周围是茂盛的浩铁森林 而在森林的西南方向 有一座覆盖着贝壳山和茂密绝类植物的山 叫做很不幸的是 这个DV的奴隶爱上了 但他几乎是毫无胜算 无论是从身份还是从情感 他早就被塔妞妞扣山脉给PUA了 况且还遭到的嫌弃 MT Mount Ganyui苦恼万分 绝望中他决定结束这一切 于是 他施法术召唤森林中的迷雾仙女拍撤party 请求他们将自己拖到大海里淹死 众所周知 生活在新西兰的大山一辈子只有一次可以移动的机会 MT Mount Ganyui也深知这个难度 他仔细地安排着一切 请求迷雾仙女们用他们的魔法编织成粗大的绳索 然后在一个选定的月黑风高之夜开始行动 仙女们用绳索套牢MT Mount Ganyui 其声歌唱精灵的歌 拖拽着它朝着大海一路北上 经过山谷沿着河道 最后终于到达了海边 眼看着成功在即 可此时已经接近浮响 太阳即将升起 迷雾仙女见不得阳光 就在阳光即将照耀的刹那 逃回了森林阴暗之中 而这座求死不得功亏一篑的大山 就只得留在了海边 并永远被白昼所笼罩 死不成也归不去 它先是被命名为MT Mount Ganyui 后来才得到MT Mount Ganyui这个名字 不用怀疑 刚开始听到这个毛利神话的时候很惊妙 那你把它当成一个故事听听就好 本地90%的人不知道这里 高度232米 由于周围都是平坦的 接近海拔高度的地区 所以显得特别突兀 离前山上也曾经是毛利人防御建成的寨子帕 如今山脊上的战口痕迹还依稀可见 站在山顶上 可以看到蜿蜒曲折的海岸线 另一侧则是绵绵起伏的凯迈山脉 也一直是观看日出的家地 在1988年陶朗加海港大桥建成前 MT Mount Ganyui是个独立的小镇 事实上该小镇在被合并之前 一直保持着从未出现赤字的记录 这可是陶朗加从未做到过的 所以自到1950年代 小镇就一直抗争拒绝被合并 直到大桥建成后的次年 终于被化归了陶朗加 大家听故事的时候 我已经完成了早上第一份工作了 解决的比较快 我都没有时间拿出Pak3拍摄 我决定先喝个能量饮料 然后开始我前往Wakatan分公司的旅程 然后前往今天的工作地点Kawairo 准备开车去Wakatan 同事说这个小城有些截然不同的匪徒气质 输光念名字 Wakatan 就不呀 他的发音可能听起来 在英文中有点类似于某些词汇 小新西兰这么多费带 肯定是没有人职守的 全都是通过造那个耗牌来实行 比如说我们现在经过的这个 所以输得也不太快 如果你超出的话 还是会有超出 当你沿着新西兰北岛东海岸的陶朗加到Wakatan的沿海公路时去 你会被一幅令人陶醉的壮丽景象所深深吸引 在这条风景如画的道路上 温延曲折的海岸线与碧蓝的大海相依相伴 仿佛是大自然的巧夺天宫 当微风吹过 海浪拍打着岩石 激起阵阵白浪 他们似乎在诉说着永恒的故事 令人心旷神疑 在这片海域中隐藏着新西兰著名的白岛 它曾在历史上发生过一系列引人注目的事件 白岛以其独特的火山地貌而闻名 常年被一片轻薄的蒸汽环绕 仿佛一座神秘的仙境 然而 它也曾在2019年发生过一场火山喷发 造成了重大伤亡 这一事件成为了人们铭记的历史 中间经过了我喜欢的小镇叫梅塔塔马塔塔 听起来名字挺怪的 实际上这个小镇也挺怪的 明明是一个临海小镇 在海和山之间却又有着一大片水草 而且是一个淡水的湿地 小城说起来也就是一条主街 基本上来来往往的人都会下来买点水果休息一下 整个新西兰还在度假的状态吧 整个新西兰还在度假的状态吧 我给大家表演一个挂马路 没有毛利人特色的涂鸦 挂马路 我再给大家表演一个挂马路 终于到达瓦卡塔尼是个异常有趣的地方 就像一个充满活力的小镇 到处都弥漫着那种轻松愉快的氛围 你知道吗 在这里 你总能碰到一些神秘的东西 比如那些总是冒出来的木质毛利浮雕 这些浮雕 简直就是瓦卡塔尼的雕质吧 不管你走到哪里 都会看到它们幽写的助力在那里 有些雕像是代表着当地的神话传说 有些则是整体毛利文化的魅力 总之 它们就是这座小镇的灵魂 只是省略疯狂工作一小时的时光 感觉它就是帮他们终于山的哥哥 哥哥 在毛利神话中 火山葡萄皮和塔尔艾尔结婚生子 却与外人人暗生倾诉 他决定离家出走 但是大山这一生只能趁着夜晚移动一次 太阳升起 他定格在了今天的位置 妻子的眼泪化成河流瀑布 情人的呼唤成为炽热的演讲 拥有了文字后 毛利文学在一个多世纪的写作尝试中 它们从江口书历史 主要是那些神话传说罗列的过程 逐渐进化到世俗化小说的创作中 获得书籍以及阅读和写作的空间 是整个殖民世界土著社会 争取平等和尊严的斗争的一部分 我们可以在大量的毛利人神话故事中看到 那些遥远的记忆 天气不错 中午早上的事情做完 现在中午吃饭 看到我的午餐提前打包好 因为在这种荒凉的小镇 你唯一能找到的那些餐馆 我们也不敢轻易尝试对吧 要面对的这个绿地是吃饭 心情还不错 应该是个学校吧 这个休息站旁边竟然有条小河吧 这个我来去看看 这个水还是挺极的 今天算看到了惊喜 本以为会看到无聊的小镇 结果看到皮特奥提 曼得HKM 竟然和陶朗家的梦长得非常像 小镇除了有蜿蜒流淌的小河经过 还有一个类似于蒸汽发电的地方 有点类似于GTA5乡村里的那个公园 我以为我已经非常了解这区域 新西兰同共三条收费公路 设有V3的收费站 陶朗家就占据了两个 一个是陶朗家的东环 附近Protorio之间 另一个则是Taketeam Drive收费公路 原名做K收费公路 全场我聪明 到过陶朗家市中心 像陶朗家港和芒格鲁医山 收费倒是不贵 不止一个朋友和我提及陶朗家奇怪的环导系统 相比大型中型环导 就是所谓的环导加交通中设置 今天有空我来拍摄一个 据说来不一次 过目不忘 我的确都已经忘记了 初次通过这些奇怪的设置的体验 现在CD康扫越做越勇 越渐越多 让大家感受下 新西兰东海岸极限狂魔 我们决定去早上我们经过的港口走走 到海边吹吹风 每个城市都带着一些特质 有些教会你八面玲珑 有些教会你墨守成规 有些教会你怎样前期生活 说起陶朗家 我总是感觉到文字甚至是4K视频的限制 文字可以形容沙海的广阔 却难以描述浪花拍鸡小腿的感受 这大概就是这个小城的魅力 慢不是个准确的形容 它有着那种不敢截止日期的悠闲 周末发出的邮件不会收到回复 傍晚的商场大门紧闭 大街上遇到陌生人能聊上几个小时 下午两点钟还有人在咖啡馆吃早餐 你很少遇见大踏步走路的人 也很少遇到快言快语的人 高速公路是这里最急的东西 他们载着人开往最悠闲的生活 按照新西兰人所能理解的数学 北岛陶朗家陶然哥的人口处于一种暴增的趋势中 1976年陶朗家才4万8千人 到了2006年已经超过10万 而到了如今已经低进16万人口 一跃成为新西兰的地方大城市的地方 是什么吸引了如此迅速的人口迁入 这里景点不多 逛两天就能见到一个城市的原貌 我倒很喜欢路边偶遇的风景 出门十几分钟就能找到一条步道 或是一个花园的 幸运的话你还能找到一条小系和许多枝头的水果 它们在地图上没有幸福 却够你在花花草草间消磨一整的科校 一个梦念气息十足的城市自然缺乏野心 只和玩乐都不冲击 可正是这样才修炼了人观起门过自己日子的心境 但云众花真是每一种食物 我最喜欢这个城市的繁星 常常的海岸线让游客们赶在夏天里出现 游泳冲浪划船跳伞 或者把自己扔在沙子上晒一晒 这里的沙滩并不拥挤 却把夏天的每一幕呈现 八旬老翁吃冰淇淋 三岁孩子追好 二十几岁的情侣依偎在银食上聊天 无论你处于生命中哪个阶段 都想再逛一家大型市场 这里出售象征着快乐的东西 选一选走能找到自己的所需 大城市教你三步并做两步 球鞋踢着别人的脚后跟 钢筋水泥肩穿梭 一股路卷到人生深处 涛朗家教你倒着走 到一步是山脚下 再到一步是海岸边 再再到几步遇见泥土牛洋人自脱 最后就有了自己的生活 到一步是海岸边 提供的使用 高党边的角落 无论 几岛的问题 请留下在内一次